既然我们期货当从再添两胜了 累积期货当从已经16年胜了 究竟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现阶段怎么样操作才能扩大获利呢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投资获利放远未来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基本面技术面面巨道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期货创业家 好意外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现在台股就是一个大多头 既然大多头的格局我相信今天的当中有很多人 又进场看到涨多了就去做空做空 结果好像有可能被嘎不过最近来讲都是震荡格局啦 那其实你会发现啊我们呢 其实我们的期货操作真的 我就只有两个 两个会员群组一个是高阶一个是 就是相对就是一般的会员 那这两个群组基本上操作都是一样但有额外 比如说有盘后在交易的 我可能都会在高阶群组还有就是 清代会员的部分我会第一时间 先跟我清代会员讲最最好的一个进场点位 所以呢我们不会像其他老师一样什么策略一策略二策略三 大家想看 操作期货 要么就是多 要么就是空 你操作光是两个策略 一边多一边空都有一边赢 那你每天都只讲赢的那一边 有意义吗 没有我们就只有一个 我们就是都做一样的 这才是选择我们真实跟珍贵 你看一下我们的期货 已经几连胜了 4月27号开始 没输过 1连胜 2连胜 3连胜 4连胜 5连胜 6连胜 7连胜 如果你觉得我每天连胜 你会觉得老师太假了 确实太假了 我怎么可能每次都做对边 但是我做错边的时候 我也有办法 想办法变成什么 打平 甚至 有些时候连胜赚不多 就是我做错边 但我做错边还是让他变成赢了 所以我就会想尽 办法 用我的经验 还有用我的策略 让输的格局会变成平手 或小赚 所以你看 操作不论是股票还是期货 只有几种 出向吧 要嘛就是大赚 要嘛就是大赔 要嘛就是小赚 小赔 我帮你砍掉了大赔 帮你砍掉了小赔 你只剩下什么 小赚小赚小赚大赚 小赚小赚小赚大赚 那你的资产就会 一路一路一路不断的向上增加 你看 我们平手也跟你讲 我不会每天作假 5月8号 你看我们都是同一个 同一个会员群组 没有别的 有没有 如果说我这边有造假 欢迎 我会员朋友来我下面 做留言 没有 都真的 好你看5月8号8连胜 平手也跟你讲 9连胜5月10号 对不对 10连胜 11连胜 12连胜 平手也跟你讲 13连胜 14连胜 昨天 昨天14连胜赚10点 赚太少了 那你会觉得老师你赚那么少 那 行情好 或者是适合我的盘的时候 啊我就会赚比较多 啊不是我的盘 那当然赚的会比较少啊 那我就说了 投资期货不就是 大赚大赔小赚小赔 我基本上已经砍掉你的大赔跟小赔 你只剩下赚钱了 你看今天 做两次 15连胜 今天赚25点 赚25点 老师好少 来那我如果做操作两次一次25点一次20点45点 一天赚45点我就说我们的目标也没有很多 我目标其实就是 一天20点 一个礼拜100点 那一个月就是400点 400点大台的话就是8万块 我们用多少资金 两口的资金 我算过两口 就是38万 38万可以做两口 那用38万 的资金去赚8万块一个月 月报酬就差不多有20% 一个月20% 4个月就是翻倍了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的会员朋友 翻倍赚 如果你连梦想都没有办法 你连想都不敢想 那你操作股票 或者你的人生你的工作 我觉得 都会大有问题的 我们一定要设定到目标 你朝这个目标持续的前进 好来最近的话 我说过最近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波段单 因为呢 最近来讲大盘是持续向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说过 长线保护短线 最重要是形态 现在形态呢 就是一个头肩底 然后已经完成了 整个就一次完成之后 持续向上 所以你看这个目标的形态呢 持续向上之后 短线目标 我认为 是蛮有机会先看16500点 16500点如果顺势过的话 就会直接挑战 17000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既然会持续向上 我们当然会先做一个波段单 要增加我们的获利 好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讲的 完全就是印证 好那今天我们怎么操作的 这是今天的一分钟K线 今天我们怎么操作的 好我说大多头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做 空 我只做多 现在是不是一个大多头 好只做多 不做空 那什么时候要做多 我们用技术分析来看 当然如果你只看这张线 线读 好是 就这样做啊 这边进场做多 这边做空 或者是卖出 这边在进场做多 这边卖出 这边卖出做空 这边做 买回 通通给你赚 你这叫做事后盘 我们当下是怎么做的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告诉我这边跌下去之后 会不会持续往下跌 你看喔 这边看起来很像很空喔 跌下去之后反弹无力 继续往下跌 那你在这边是不是应该做空 反弹都要做空 反弹都要做空 反弹都要做空吗 不是 整个大方向 就是多头 我们当然要找点位进场去做多 但是呢你看 这边下跌之后反弹无力继续往下跌 我们就会怀疑他 是不是有可能会继续修正 所以我们这边不做多 我等他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在哪里 哇 第二只脚是不是在这里 打脚了 打脚了 打脚你还不进场 所以呢我们大概就在这附近 进场之后你看 就赚了一波 这附近进场赚一波 这附近进场你看是不是赚了一波 赚了一波之后看到涨不太上去 那 你以当冲来看啊 为了要降低风险 我当然是在这边出场啊 获利了结啊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波段的一个操作 我们第一个波段的操作就是大概在9点半左右 9点半左右呢我们就进场操作 然后11点半 11点10分左右 我们在这边 有没有 就把它获利了结 你看一下我们今天 15胜 15胜是不是就这样 16100进场 有没有 然后这边是写错16125 出场获利了结 是赚25点 对吧 好再来16胜的部分 16胜的部分来 我们呢又在了 1.03的时候 1.03 1.03的时候 可以看到在这边 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进场 你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又是第2只脚 跌下来之后 这也是第1只脚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后续到底是涨怎样 但是呢在这边跌到这边第2只脚搭配KD指标到相对的低点 第2只脚有没有发现 比前一波还更低 而且搭配我们之前教大家的KD KD低了股价还没有更低 没更低 所以我们在这边进场 进场之后果然 一波向上 又赚了一笔 所以你看第16胜 第16胜的部分 就是在16110 买进 16130 卖出获利了结 是不是赚20点 今天是不是这样子来回就赚了 45点 45点 那当然 我们还有拨断单在操作 那我们拨断单的话就是让他持续的就是放大获利 因为 现在看起来 大盘 头肩顶形成 短线呢 会先上看16500点 那既然短线会上看16500点的话 我们当然要做一个拨断单 那拨断单我们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时候加码 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完 我们先保持这个秘密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 你要当冲的话 如果你要当冲就是每天你要了解趋势 趋势只有三种 要么就上升 要么就下跌 要么就是 震荡 三种的做法 完全不一样 这取决于 胜 或负取决于你的盘感 跟你技术分析的能力 那我们的盘感呢 就是特别的强 我们技术能力也特别强 所以你看我们就能 一而再再而三的连胜 你看一胜 两胜 三胜 四胜 五胜 六胜 七胜 平手也跟你分享 我们都通通都是扎扎实实的 没有策略一 没有策略二 通通都是一样的 只有多跟少 所以你看 我们每天都做 每天都是赢 每天都是赢 平手也跟你说 对不对 一连胜 二连胜三连胜到现在16连胜 我上次17连胜 我们就是会持续不断的赢下去 当我已经把你的大赔跟小赔全部砍掉了以后 你操作期货你只会一直赢下去 你的资产就会 有的时候小小的增加 有的时候突然大幅的增加 但是他不会大幅的往下掉 真正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 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操作 所以如果你在操作 期货上一直 不得其闷而入 你会发现你操作期货 一直一直都是输钱 而且 输的几率大于赢的几率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 你可以边学边做 你可以了解我们的技术 所以想要加入我们 期货 创业家 可以透过我们下面的电话 或透过我们旁边这个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这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投资握力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面巨道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